我们谈了好几天的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太重要了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其实美国就是一个死磕的概念 死磕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做就要做到底 任性啊 非做到底 我非达到目的不可 美国死磕 这个台积电呢 是被拆定了 被拆定了 之前不是讲吗 这个台积电 现在要把一些产线移到美国 当张忠摩不愿意 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 其实表现也不好 但是没有办法 要符合美国的战略 跟这个国家利益 所以整个拆解之后 请问一下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自己的战略价值呢 但看起来是挡不住了 张忠摩91岁 到处苦口婆心的接受访问 有用吗 没有用啊 直接跟裴洛西讲有用吗 没有用啊 因为美国死磕铁了心 就是要把你台积电给拆掉 否则在台湾 万一将来开战 落入中共手里还得了 那还不止台积电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讯息 台湾护国神山群 神山群是不是有个集体土石流的感觉 当然它跟这个整个大环境不好 也有关系 需求慢慢的饱满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24号不是他录了一段影片 鼓励大家休假吗 就大家敏感的不得了 拜托你是台积电呢 叫大家休假 接下来就是无薪假吗 这一封信真的是震撼全世界 尤其是台积电最近大家知道 我刚刚讲的那一连串大背景 所以每个人的敏感度都极高 敏感到台积电在26号深夜10点半 又发了一个声明在灭火 强调没有强迫员工休假 事实上在这个影片里面 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已经把所有的什么大环境啊 小环境都讲得很清楚 告诉大家台积电表现还是很好的 只是什么大家很辛苦 王美花也出来讲话 都没有用 全世界炸锅了 所以逼着台积电呢 深夜10点半再发声明 然后保证明年营运会保持成长 那当然啦 这个声明比较算是有效 反映在它的骨架上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还包括这个南韩的这个SK海利市 SK海利市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现在金片大战嘛 这个台湾啊 这个南韩啊都深受其害 你看到10月26号的法说会上 人家这个SK海利市的总裁 兼这个行销长 他叫卢中原 有名有姓哦 因为他讲的话有被记录下来 那他呢不知道是喝醉酒还是怎样 突然之间讲大白话 讲实话 就有点在碎碎念 在抱怨的概念哦 因为压力很大很大 他说作为这个应急计划 他说我们正考虑 可能要出售金元厂 出售设备 要把整个设备转移到韩国 本来是在大陆嘛 但是因为这个中美的这个金元大战 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那他们也不知道撑不撑得下去 本来是有所谓的一年豁免 一年豁免不是让你喘口气吗 但他就碎碎念 我也不知道这一年豁免能够撑多久 到期之后还会不会再延呢 还是中间被砍断呢 一切都是未知数哦 所以他讲到出售金元厂哎 拜托我一再讲不是卖一张桌子 卖个雨衣 这个量体有多大 金额有多大 出售金元厂 出售设备 这个影响也是爆炸大哦 就立刻我们看到成为各财经的一个头条 然后呢 海力士也急了 立刻又发了一封官方回应 大概叫这个卢总裁闭嘴 是不是 就是说中国工厂设备转移等等相关的发言 是针对可能性极低的极端状况来回复 本公司要澄清 没有研究过与此相关的具体计划 什么意思呢 你个人的言论 他不是一个小咖 他不是一个作业员 他是人家的这个SK海力士的总裁间行销长 你就看到他的压力有多大 那海力士在这个大陆无锡厂生产 这家公司大概40%以上的这个Dram晶片 所以我先这个交给街大使 街大使对于这个台积电相关的晶元问题 也研究得很清楚 你看到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台积电嘛 二方面这个SK海力士 这个中美晶元大战 现在世界是这样讲 谁掌握晶元谁就赢得全世界 是吗 对 现在真的 而且是美国认为与中国大陆斗争 这个未来十年 关键十年的这个竞争 最关键的一项产业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怎么看自己 现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重要是美国怎么看台积电 美国已经有多篇文章 还有包括这个英国的媒体 多篇文章认为高端晶片 太过于集中在台湾 对这个对地缘政治来讲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 是很大的一个隐忧 而且现在看起来也不是隐忧了 其实最近才把他讲得这么明了 而且美国的你记得那个商务部长 跟他的这个甚至 甚至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也讲过类似的发言 就是说太集中 都是公开讲了 太集中了 因为几乎所谓的高端制程 就是说七奈米 五奈米 甚至三奈米 几乎九成是掌握在台积电手里面 那这对美国来讲 是认为国安危机 所以美国不是用产业危机 美国是用国安危机的角度 来看台积电 所以呢 那基本上台积电 我认为是被拆 真的这个标题写得非常好 我就要问一下介大使 拆这个字应该用的还算精准 非常准 因为他不是一个毁的概念 美国也没有说无聊到要把你毁掉 但我先拆 你拆不走的话 可能就是再做另外一个打算 对 这个拆用得非常好 他就是把你切割 然后一块整块拿到 拿到拿到美国去 另外他也希望你移到日本 也希望你移到这个 欧洲去 采迪燕一直在找欧洲的厂 台积在日本的厂在雄本 事实上有一个Sony的旧厂 已经给他了 本来刚开始提的时候 外面说是二十八奈米 前一阵我看一个最新的报告 说十奈米 我说十奈米已经是高端制程了 已经是高端晶片了 先进制程了 所以美国的要的最狠 Arizona那个厂 一开始就是五奈米 而且非常的快 已经2024要量产了 人也往那里送了 然后整个这个如火如荼 所以美国是非常急在做 那现在这个台积电的话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能够 能够把你挖多少 挖多少出去 就是说在因为美国 比如说国防部 今天讲说还有三年时间打仗 那可能商务部就说 那我们三年之前 把台积电这个问题解决 那如果哪一天美国国防部 说对不起两年 那美国的美国的这个商务部 就要想办法两年把台积电拆解 因为美国的噩梦是说 如果两岸开战 那么中国大陆很快 取得上风以后 台积电会落入到大陆的手里 那这对美国来讲是噩梦 美国花了那么多功夫 去围堵中国的晶片产业 其实两个重点 美国围堵两个 第一个让你买不到 台积电原来卖给卖给这个 卖给华为的 是最高的那一年曾经在 华为是占台积电 整个产能的16% 可是美国就把你这个华为 叫你台积电不准卖 那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不让大陆 有制造晶片的能力 它是双管齐下 买不到又做不出来 让你做不出来 所以美国因为你这做晶片的 这些设备都是美国的手里 所以美国设备 不能往大陆跑 所以现在基本上 我觉得才定 这是一个往死里打的概念 基本上绝对往死里打 而且这些部分它得快 你快了 你这个 你如果说你慢的话 那这个中间 中国大陆渐渐的自己站起来的话 你效果就不大 就要你站起来之前 我就把你设备也打掉 我就把你的那个 你的供应也都打掉 那要快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 事实上只是美国 跟中国大陆在地缘政治斗争 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势必被牺牲 两年以前张周谋 就就已经提出警告 他说台积电最怕的是 卷入地缘政治的斗争 那现在不幸严重 就是就是就是卷入地缘政治 那张周谋 你看他已经这个老力伏计 九十几岁还出来 振臂直呼 然后呢 坑枪有力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是从产业的 全球产业链的利益来讲话 那么也对台积电 这个公司的未来讲话 那美国人听不进去 美国人的计划就是要把你拆 当时美国优先 美国的国家利益战略利益 利益利益 因为他实在是基本上 他是美国对中国这种 去中化的一个 一个必然的一个 一个手段 那所以台积电我觉得就说 真的是 如果说只有一点 我觉得蔡英文可以做的 他起码站出来 试图讲讲话 对 然后跟美国交换一下利益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